注意到沒有 前面有 取美詞嗎 前面是取最大的任務 最大的任務 最大的任務 會小贏於兩倍的 最後一個 大一點任務 多漂亮 假設我把這前八個同學編號 好不好 前八個同學編號 這代表什麼 假設這個medium不看 有時候可以不看 例如說你是對稱分 這個medium不會不看 好 前八個同學拿出來排 排成績 最好的那一個 會超過七十分的機率 會小一點 最後一個同學 不是成績最後的 翻向座號最後的那個同學 會超過七十分的機率的兩倍 會比他小 把最大的那一個 跟最後的那一個 拿來做比較 你怎麼想不到 對不對 而且竟然還能比較 只有差一個什麼 差一個 差一個兩倍 什麼意思 你看到哪 如果sn 我們不用看 我們看絕對值 sn 大一點為ε ε 是任意的 所以假設sn 怎麼樣 這個部分趨近於0 假設這個趨近於0 前面這個是要趨近於0 對不對 後面趨近於0 這表示收斂 前面這個趨近於0 是收斂homotiori 還記不記得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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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之前講 xn 收斂到x homotiori 會umplize umplize這個數 xn-x x 這個n x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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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樣的 至於我這裡取最大的 我這裡就是取最大的 取最大的這個 會收斂銀號的月體 代表是這個呢 會收斂紅木學文 所以 這個要收斂銀號的月體怎麼得到 SN呢 最後那一個 這個發現上面收斂到銀號的月體就可以了 了解嗎 這東西就是怎麼樣的妙 可以長的妙 就是雷利的天 你怎麼想得到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要來證明 這個不難事 這不難事的證明本身就是一個很新的方法 就是一個很新的方法 新 但是不難 新的方法 常常不是很難的方法 常常很難的方法就是 要把那個東西做推好 什麼 如果是她再說 我們要做一個很新的方法 的話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一個目的 等於做一個這個 我們來自於是 自不自然的 走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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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